1920變裝遊行 穿上復古旗袍吊帶褲 遊行民眾漫步於台北敵化街頭 大道成國際藝術節1920變裝遊行 14號下午正式登場 雖然天空不作美 但大雨仍嬌不息他們的熱情 那時候蔣衛水他在這個地板發起了新文化運動 我們希望藉由在同一個週末 然後也舉辦1920變裝遊行 可以去喚醒台灣人再去重新思考一下 或台灣自己的文化是什麼 遊行盡頭的廣場 除了販賣結合在地特色的文化商品 今年首次邀請表演團體 打扮成算命仙和江湖狼中與人群互動 再加上復古服裝秀的表演 讓民眾穿越時光隧道 重返1920年代的大道成 因為1920那個大道成這個地方 其實是有很大的一個世紀 那在世紀裡面其實賣各種東西的人都有 但其實就有一些招搖裝片的賣藥人 真的狼中會在這地方 我跟大家做了一個互動式演出 大道成國際藝術節 從2015年由民間獨立發起 每年10月在大道成 舉辦各式各樣的藝文活動 藉由跨時代與跨文化的展演 為當地注入新的活力 因為自己從小住在這邊 就有看到這邊的改變 就是越來越有上級 然後也越來越有年輕人肯進 儘管藝術節才舉辦三年 但對當地人而言 已經為大道成帶來了表演 街上不再只有傳統的商行 還多了文創產業的身影 不只重現就實在地榮景 也讓民眾更了解 專屬於大道成的歷史文化 記者謝宜貞 薛偉忠 台北採訪報導 記者謝宜貞 記者謝宜貞